大家好,我是阿吉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是 在大型語言模型中 我們常常聽到的REG是什麼 OK,好像很多人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又不太清楚 所以呢,今天想要特別跟大家來聊一下 REG是一個怎樣的技術 為什麼大型語言模型搭配了這項技術以後 可以變得更厲害呢? 好,首先我們就要看一下 什麼是REG 為什麼LLM需要它 那談到LLM的話呢 我們先快速的談一下 LLM它叫做大型語言模型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超大型的神經網路 而且呢,以根據特定任務訓練完成 那因為這類模型的表現 通常隨著其規模增大而更為優秀 那基本上意思就是越大越好 OK,所以小型的企業啦 通常或是小型的個人 是沒有辦法自行訓練的 而是採用GPT、Cloud、Gemini 或是LAMA作為基礎模型 就是Foundation Model OK,也就是說你現在在市面上看到 各式各樣的深層式AI的服務的話 基本上都是大型語言模型的一種 OK,那 那從2022年底去GPT發表之後呢 各位應該已經多多少少有聽過 或是使用過 那應該也有發現說 這些大型語言模型 它在使用上的話 有一些局限 那這邊幫各位列出來 第一個是知識截指的問題 因為這些模型 它是根據網路上 或是它根據什麼方式 所取得的資料去做訓練 那你資料取得會有一個截指點 那我們把這個截指點稱為截指日期 在那一個日期之後的知識 對它對模型來講的話 就是不知道的 所以會有一個截指日期的概念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無法訪問最新的資訊 那就算有 你的模型呢 也沒有辦法自行去取得 或是很方便的去運用它 導致說 它回答可能過時與現實脫節 例如 如果有的模型 它最近並沒有更新的話 你問它 現在的時間是2024年12月 例如美國的總統是誰 它可能回答的 就不一定是最新的答案 那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我們 實際上常常碰到 就是大型原模型 它不是不會聊 它是太會聊 OK 它常常會 你給它一些問題 或是給它一些簡短的字 它就回答你一大堆 OK 但是呢 我們還要回頭去驗證說 它這些回答的內容到底是 真的有這件事呢 還是它自己憑空捏造出來的幻覺 所以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很頭痛 所以我們需要來處理以上這三件事情 好 這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法官跟書記官 法官呢 就是我們的大型原模型 你想想看 要成為一名法官 要經過多麼漫長的訓練 還有考試啊 等等歷練等等 OK 那一個合格的法官 他基本上呢 已經可以回答有關法律層面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碰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例如像這個文 那個投影片裡面寫的 例如醫療事故糾紛 勞資糾紛 需要引用一些特別深入或是專家領域的知識的時候呢 那法官就可以要求書記官或相關的人員去查找資料來幫助法官做出正確的判決 所以呢 各位可以把大型原模型視為法官 他本身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我們如果希望他回答的內容做出的回應更精準的話 這個時候就需要書記官的幫忙 那這時候書記官所扮演的角色就是REG 好的 那為什麼需要REG這項技術呢 其實就是要解決以下這三件問題啦 OK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過這三個問題對不對 所以呢 搭配REG之後你的大型原模型就不會再受限於原始訓練的資料 那第二件事情呢 他可以透過動態檢索外部的最新資料來克服最新資訊取得的這件問題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他太會聊的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REG技術去要求你的模型僅根據指定資料來回答問題 避免他回答的各式各式各樣很奔放啊很偏頗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剛提的講了這麼多次的REG 現在終於要來看一下這三個英文是什麼意思 那他是出自一篇論文是2020年的論文 那這論文的題目列在同影片的下面 他這三個英文字分別代表三個字 就是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那他的目標是透過檢索我去查找一些指定範圍的資料 例如可能是指定公司的網頁啦 或是內部的資料庫啦 或是法條啊等等 然後呢藉由檢索的結果去增強你原本大型原模型的生成的結果 回想一下剛剛書記官跟法官的範例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以一言以蔽之的話呢 REG是一種利用從外部來源所獲取的事實 好請注意這個事實就是事實 因為我們剛剛要講的是我們要克服大型原模型 它有可能捏造一些事實或是幻想一些東西 OK那我們要藉由已存在的事實 讓你的模型可以去知道這些事實 來提高你深層式AI模型回答的準確性跟可靠性的技術 好那這張圖片呢我引用自NVIDIA的官方的網站 好那這時候呢我們來搭配下一張投影片看一下我們整體的流程 就使用者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你問一個問題他會回答你答案 使用者其實感覺不到什麼差異 但裡面做的事情可是很多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各位可以搭配上一頁的圖來看 首先呢你的使用者對LM提問的時候 你的系統會先把使用者這個提問呢 其實就是一個查詢發送到你整個系統裡面 有一個小小的模型叫做遷入模型 叫做遷入模型 這個模型呢它會把你使用者的提問 轉換成機器可以讀取的數位格式 我們通常稱為一個遷入或是向量 embedding或是vector OK那因為我們的資料如果轉為向量以後 就可以根據角度可以根據距離去計算說 你不同詞語之間的相似性 那這個時候呢你的遷入模型 就會在它原本的知識庫裡面 根據向量的相似性去查找說有哪些相似的內容 那最後呢如果有找到一個或多個的時候 他就把它回傳給LM LM就會把查找的內容搭配它本身 對於這一次使用者輸入 他所理解的內容組合起來成為最終雜案 OK這就是它運作的過程 那剛剛提到遷入啊我們用一張TensorFlow的圖 就是引用至TensorFlow的網站 我們來說明這件事情 我們小學的時候或是你可能都有玩過類似的智力測驗 或是一些趣味的遊戲 例如我們看一下左上角這張圖 OK 男人之於女人相當於國王之於什麼 OK 這個時候呢各位應該不難想像 因為男人跟女人的差別 從這邊看的話應該是陽性跟陰性 男生跟女生的差別 所以你如果相當於國王之於什麼的話 那你應該可以回答出來是皇后 所以這個圖片的話是比較的是 磁性上的差異 那第二張圖的話 Walked跟Walking Swim跟Swimming 這個是時態 動詞時態上的差異 那最右邊的這張圖的話是 國家的名稱跟國家的首都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轉換成向量以後 那轉換的過程呢 當然是透過遷入的 遷入模型 轉換成向量以後我們就可以運用 數學性的方法去比較說 原來不是只是做字面上的意義的表達 因為語言它有一定的模糊性 OK 所以我們希望你的模型 可以理解更多檯面下的意思 這個時候呢 遷入模型就可以幫很大的忙 好 那rag的優勢呢 有以下這三件事 其實就我們剛剛來看的話 就是解決我們剛剛看到大型語言模型 既有的問題 第一件事情是提高準確性 因為它可以引用最新和相關的資訊 第二件事情呢 是擴展它的知識範圍 也就是說它不再受限於它原本的訓練資料 最後一個是靈活性 可以應用於多種領域跟語 那針對rag的優勢靈活性的話 我想要特別再獨立一章跟各位說明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Track GPT它本身已經很會聊天的 這個時候呢 它的後面的大腦 如果可以借接到 例如你一些既定的知識 例如法條啦 醫學的研究成果啦 或是一些金融的研究案例的話 你覺得它是不是一個非常專業 而且頭頭是道的問答機器人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第二項呢 就是說它跨語言之源 所以呢這個時候 你的使用者問中文 但是你的模型 它有辦法去查找英語法語 或是西班牙語 或者日語相關的結果 那不要忘記 因為剛剛這些語言的資料 都已經透過 簽入轉換成向量 所以呢 即便是不同的語言 都還是可以處理的 那第三項的話就是說 動態適應不同的場景 所以使用者可以根據它的需求 來選擇它的檢索資料類型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在談說 結構化跟非結構化的資料 結構化可能是表格啦 JSON啦 CSV這類的資料 那非結構化就是任何 我們常看到一些 人類手打的這個文字 OK 那最後一件事情呢 就是快速更新且適應 OK 如果我們今天 需要對大型語言模型 重新訓練的話 我建議是最好 絕對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所要投入的時間資源跟規模 都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太大了 OK 那藉由RAG這一項技術的話 我們不需要重新訓練模型 就可以讓你的模型呢 去存取到最新的知識來源 這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技術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範例情境 好我們這邊提了兩個 第一個法律的應用 好你的使用者問說 某個國家最新勞動法修訂內容是什麼 這個時候呢 你的LLM搭配RAG之後呢 就會去檢索法律的資料庫 當然是該國的法律 OK 回傳條文的內容 並深層它的解釋 如果我們沒有去查找法律的內容的話 你的大型語言模型 可能一開始引用的法條就是錯的 甚至是捏造的 那這個時候後面再什麼解釋都沒有用 好 第二件事情呢 是多語言支持 使用者以中文提問說 啊什麼是量子運算 那 有些東西的資料可能是英語比較多喔 可能是日語比較多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RAG就可以去檢索外語 英語或是其他語言的資料 然後並且將它翻譯之後呢 再用中文來回答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RAG的挑戰於解決方案 第一件事情是你的資料品質問題 OK 如何確保你所檢索到的資訊可靠 那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就是你本身 不管你是哪一個領域 你本身都要對你自己的資料負責 OK 所以我假如說是法律的 我就要確保說 他所去看的這些法條的來源是可靠的 那我相信只要是法界專業人士 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其他醫療啊金融的話 大家都學有專精 我們的目標是讓生神式AI 藉由去借接一些既有的知識以後 讓他變得更可靠更厲害 OK 第二個的話是運算資源的需求 OK 那你的模型現在多了一套檢索的系統 也就是說他在把使用者的回應丟回去之前 他其實內部經過很多運算 那一定會稍微慢一點 那這個慢一點的話是可以接受的嗎 或是說他額外帶來的成本 跟他所帶來的品質提升 這兩者之間的交換是你可以接受的嗎 這些是需要拿捏的 好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安全與隱私 OK 就是你RAG所要去存取的資訊 是可以被存取的嗎 OK 是合法的嗎 是一般人都可以知道的嗎 OK 那這些事情都還是要我們人類去做判斷 OK 不然的話你的模型就基本上去做運算 所以要避免你機敏資訊的洩漏喔 好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到他的實際的應用案例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剛剛上面的舉的話 其實就差不多 第一個是克服機器人 即時回答客客戶的問題 而且是客戶的個人化問題 也許呢你一個蝦皮的聊天機器人 或是任何一個銷售的機器人的話 他可以根據你先前的對話 就在推薦你 你可能喜歡什麼 或是說 你可能某個東西斷貨啦 或什麼什麼 一些更個人化的建議 OK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醫療診斷輔助 OK 好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國家 目前非常積極要做的部分 OK 因為全民高齡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對不對 OK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教育與學習 OK 所以他提供個性化個人化的學習助手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說 這些事情以往都有得做 都已經有人做 那搭配RAG之後呢 第一個你的模型可以取得更新的資訊 而且可以取得更加個人化客製化的資訊 就是說你的AI它不再只是 能夠生成一些就是四平八穩的答案 用在誰身上都可以 而是可以根據不同使用者的狀況 來提供更為精準的需求 好那最後呢就要提一下 因為我們是Navidia的白金大使 對不對 所以呢Navidia在他的深度學習機構的網站上 目前有一門課叫做 Building RAG Agent with LLM 使用大型語言模型打造 RAG智能對話代理這門課 那這門課呢 是目前詢問度非常高的課 那我也常常去辦理實作的工作坊 內容非常的充實 歡迎各位去網路上搜尋這門課 然後來實際上存取它的內容 那你只要完成這門課的話呢 也可以得到這一張電子證照 那電子證照可以登載於LinkedIn啊 或是其他的個人指援平台上面 OK期待各位在AI學習的路上呢 每天都多做一點點 我們就一起攜手前進 越來越厲害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